只過一一是聯合國的世界武器 日文化部特別對今天開始 基盤三天的國家議員文化 生活節 要請到武器團體 在現場擺打 做文化交流 總統蔡英文在生日 為時也特別用武器跟小孩互動 他強調這個一百十一 限年度 國中秀的本土議員 在必修是政府立法 不保存議員的決心 他也希望社區政府機關 可以達成優先武器的環境 讓武器昇華化文化繼續施斷 五歲的小孩跟總統用武器開講 總統不然學了他 再說台語 也可能在UTM跟朋友說 世界武器日 二過日一四就要到了 文化部對二過十八到二過日一 全天扮三天的國家議員 文化生活節 多當 搖車包括臺灣首席 馬祖 麥當議 台議 關主兵議 跟客議 頂頂國家議員的團體 在臺灣文學基地 拜託 做下世代下議員的交流 總統在第四月時 也強調對保存武器的重視加握心 從今年一百一十一年學年度開始 包括馬祖 敏東語在內的本土語言 和臺灣首語都會列入我們中小學的必修課程 在學校之外 我們更要讓母語走入政府 走入家庭 走入社區當中 總統也頂望社區跟政府機關 我們都很多實政武器的優勝環境 文化部也表示 武器流失到一個嚴重 會把學生意見的檔檔打起來 文化部表示 這次文化生活節 代表公子在學講話的過程 希望中心把國家議員發展的過程 找到回來 讓臺灣 都外和美麗 可以對議員保存 研究團成 記者 阿民進 夏桂林 台北報導